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王子涛在网上晒出一组自己在美国豪宅中的照片 并配文 Home Sweet Home 家 温馨的家 大家纷纷猜测这是他的别墅 不过3月5日 有网友爆料称王子涛所晒的豪宅是租的 据爆料称 根据美国租房网站显示 这栋房子的主人是美国加州本地人 从前年开始已经租给过几十个人 每日租金为一万二千 原人民币 半个月租金也要二十万元左右 有网友评论认为 王子涛在炫富 也有网友认为 王子涛从没说过这是自己的房子 有时候出去玩太累了 回到住处也会有家的感觉 责任编辑 赵紫航 UV091 分享 在相关日读江坤 象征要继续发扬讽刺功能 人才不缺缺乏创作3月5日 北京会议中心 全国政协委员江坤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讽刺艺术是相声的一种功能 要继续发扬 但需要把握讽刺的度 新京报记者 侯少青 设3月5日 北京会议中心 全国政协委员江坤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讽刺艺术是相声的一种功能 要继续发扬 但需要把握讽刺的度 新京报记者 侯少青 设全国政协委员 中国 曲艺家协会主席江坤 曾在春晚舞台上 表演过虎口侠响 电梯奇遇等相声 给观众带来了很多笑声和反思 昨天下午 江坤在接受媒体采访时 谈到相声发展现状 他认为 目前相声人才不缺乏 缺乏创作 相声本身就是讽刺的艺术新京报 你提出相声要发扬讽刺功能 如何看待相声的讽刺功能 江坤 相声本身就是讽刺的艺术 要继续发扬讽刺功能 今年春晚我说的心虎口侠响 大 家都满意 说明这个作品真的是反映了老百姓的心声 反映了社会需求 新京报 那怎样发挥相声的讽刺功能 江坤 讽刺首先是需要打量 见到不好的要说 现在这个社会 你想指责别人时 总有各种各样的人跳出来讲这讲呢 我们是从事讽刺工作的人 要想清楚 什么是老百姓深恶痛绝的东西 其次讽刺也要有度 让大家听了以后 觉得是这么回事就行 也不能把社会上的怨气 因为外面全都 说出来 一下子好像见不得光明 越讽刺越婚姻也不行 这个度掌握好非常不容易 新京报 这个度怎么把握呢 江坤 艺术本身要通过无数次舞台实践来检验 我选择的视角都是老百姓共同关心的 比如堵车 雾霾 食品添加剂和现在一些 见死不救的社会道德方面的问题 比如一个人在很危急的时候 所有人都拿着手机 在照相而不是救人 本来想办法救人应该放在第一位 像这些老百姓都有感受 我说出来 人家也会觉得就是这么回事 艺术作品本身是给大家带来娱乐的 在欢乐的同时 寓教娱乐 相声人才不缺乏 但缺乏创作新京报 为什么现在有些观众 特别是年轻观众会觉得相声不好看了 江坤 那是个别人 新京报 怎样提升年轻人对相声的兴趣呢 江坤 舞台实践 现在很多小剧场的演员 经过了小剧场长时间 大量的演出 有了量变 现在他们从未小众服务走到 向大众服务时 需要一个质变 这个时候就应该有人出来 说哪些合适 哪些不合适 比如说某一句话 剧场里你逗了可以 上了电视节目 要考虑造成影响怎么办 这就有一个质变提升的问题 新京报 具体怎么培养年轻相声人才 江坤 建立学科 包括以后通过学校进行系统性的培养 新京报 那现在相声人才缺乏吗 江坤 据我了解 现在喜欢相声的人很多 人才不缺乏 但缺乏创作 新京报 创作人才要怎么培养呢 江坤 这个本身还是要有具体的途径 社会共同关心才行 过去我们有创作学习班 有深入生活的采风活动 集体讨论参与创作 这些都是可供借鉴的具体方式 新闻内存新虎口侠奖 1987年的央视春晚 江坤表演相声虎口侠奖 当时讲的是一位28岁的男青年 不小心掉进了动物园的尸库山 在这个规定情境中 主人公虽然未与老虎了互动 但一系列想象妙去横生 至今看来仍有破多笑点 时隔30年 2017年春晚 江坤再次演绎新虎口侠奖 新闻讽刺食品添加剂 小伙不敢救人 怕被碰瓷 碰到别人有困难 大家只围观 不救人等社会现象 新京报记者 张伟 张伟